荣威i6 号称全球首款互联网轿车 还未上市就被各大媒体大肆的做宣传 夸张到可以说是只要有汽车的地方 就会有荣威i6的话题 可是价格出来之后 也毫无意外地受到了一部分人吐槽 普遍认为荣威i6的价格 已经可以买到一台相当不错的和自己凑行轿车了 这样的定价太过高傲 没多少人会买的 可是荣威i6上市后才两个星期 下单买车的消费者就超过了一万人 不知为何如今的荣威i6的销量 还有各种宣传似乎看不到了 截止到7月 被媒体大肆宣传的荣威i6 交出半年27708辆 这样一份看起来略显尴尬的销售成绩 荣威i6未能成为爆款 在不少人看来 还在于荣威i6的某些失误 就平民百姓的直观感受 1.0T动力值得怀疑 很有小马拉大车的感觉 而1.5T售价略高 完全可以选择合资A级车下面 就简单的回顾下这款i6 外观可以说比较的成功度个的中网 与两侧的大灯相连接 灯组内部采用了熏黑处理和一体式扇气大灯 整个前点的设计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车身的侧面使用了非常流畅的设计语言 也较到符合当下的设计元素 车身三维尺寸分别为4671 1835 1460毫米轴距 更是达到了2715毫米 这样的车身数据相比主流的A型车型 越有优势车辆的尾部 使用了非常流行的贯穿车尾的度个设计 首先给大家有种视觉冲击感也是不错 双边尾排浅的十分运动 整体的颜值还是挺不错的 可是上市至今的销量 六个月仅仅只有22708台 这样的销量确实令上气尴尬不少 那是非常的时尚大气 作为一款互联网车型那块超大的液晶显示屏幕 仅装配在了12.88万起售的那款互联网车型上 而10.68万起售的车型仅仅装配了普通屏幕 明明是一款互联网车型 为何低配车型不装配大尺寸液晶显示屏幕呢 在动力上绝对上这款车的一个亮点 搭载了1.0T和1.5T两款动力 其中1.0T的那台发动机 就是前段时间获得了吉尼斯纪录的节油冠军的动力 有好2.99升一箱油跑1816公里 而上汽自主研发的1.5T发动机 有着125千瓦的最大功率 和169的最大马力 匹配了7速双离合和6AT变速箱 小姐 虽然在外观可以说比较的成功的 但是 由于售价和荣威i6频频出现了些智能问题 才导致了销量的惨淡 最经典的是什么呢 你只要网上问一下 大家都会跟你说 调发动机 其次就是一些没那么严重的问题 互联网功能不稳定 油耗并没有宣传那么低等等 对于售仇和荣威i6频频道